美股四大指數在三十號是全面走跌的 尤其是販城半導體指數是下殺超過了百分之三 那麼台股在今天因為放颱風轎 暫時是逃過了一劫 不過可以特別關注到科技巨頭 包括Meta跟微軟 公布的資本支出的部分都是創下了新高 這代表說AI的一個後世依舊是非常樂觀嗎 不過在這一次美國股市被辦的一個重挫 最主要的一個原因就來自於 這個AI伺服器大廠美超維 現在爆出財報造假 而且會計師事務所竟然就馬上跳船了 跟他們切割關係 這也導致美超維的股價暴跌了超過百分之三十二的一個幅度 而事實上在台股當中也有兩檔股票面臨到下市 那麼現在這個投證手上的股票都變成壁紙了 到底如何從財報當中可以先看出端倪 避開這些所謂的地雷公司呢 好另外呢在十一跟十二月份呢 總共會有這個十檔重量級的ETF 要進入這個成分股的換險 而且這一次呢是由00878打投證 牽動的整個資金規模呢 是達到了兩兆台幣左右 而這一集將納入ETF成分股的新面孔 會出現一個所謂的押保行情嗎 還有呢台灣現在到底有沒有缺電的這個問題呢 回答執行長黃仁勳在先前呢 他就說如果呢他要回台投資的話 條件呢就是要有100億度的這個綠電 那麼對此呢經濟部長郭智慧就說呢 其實台灣是可以給得起的 為什麼他這麼有把握呢 那麼到菲律賓去重電再回銷到台灣來 這個方法究竟是不是可行呢 我們先請教廷浩這個昔日的AI腰股美超微 在這次竟然爆出這個財報造假 而且連會計師事務所都趕快跳船 也導致他們這個股價重挫 這是不是也反映說這個AI產業 是有亮紅燈的情況 沒錯這一次由於是安永主動辭職審計職務 就讓人家揣測說到底是不是由於 在美超微內部的確有財務部分訊息 無法向安永來做披露 那是不是中間牽扯到SEC 接下來有可能衍生了更多問題 形成了不確定性的賣壓 股價是崩跌了32.6% 那這也導致費城半導體是費城半導體指數 在昨天是全線下錯 那值得我們留意的方向是 到底在AI終端市場的美超微 它是否代表著整個上游端的 實質AI發展情況 我們就這個時候就要必須 用宏觀的格局來做了解 因為在整個AI產業鏈當中 有分為上游端的CSPS負責下單 有負責中游端的回答 有台積電的晶圓代工 然後有組裝廠的美超微 那我們現在就要來具體觀察的事情是 如果要從源頭來看 我們才能夠了解到底整個AI的趨勢 有沒有發生改變 因為這個時候剛剛好 各大科技巨頭都在公布財報當中 你像是微軟 臉書和Google 最近所發表的財報 尤其在第三季財報和第四季財測 有高有低 有些部門優於市場預期 有些低於市場預期 但是第一從股價層面 並沒有遭受到顯出重挫 大部分都是平盤震盪 第二點更重要的事情是 全面上調資本支出 我們作為台廠來看 到底AI最後會發成什麼樣子 其實我們也沒有說特別在乎 你只要確定有我來幫你代工伺服器 而且你會繼續下單就好了 所以資本支出永遠都是最重要的 微軟在本季的資本支出增長5.3% 調高到200億美元 今年上看到450億美元 這說明什麼 2025年根據現在的猜測 資本支出會比今年多 什麼意思 台廠在明年賺到的錢 預估會比今年多 那臉書也是 臉書為什麼到現在為止 你看過去幾年 它曾經遭受到 因為元宇宙過度投資而形成的市場賣牙 但這一段時間 我們看到它卻受到市場上的極力歡迎 因為它已經成功的切入到AI的賽道 也就是它的META眼鏡 它藉由終端商品的連結 讓市場有更多的想像空間 那市場上只要確定你 有穩定的現金流可以投AI 都可以給予你更多的本夢比 我們舉例來說 META在各大用戶地區 現在的廣告收入 居然在本季度創下歷史新高了 這很有趣 其實很少電商會選擇在臉書下廣告了 所以你也大概知道是誰下的廣告 你可以觀察到這些廣告收入 最終就形成了META盡力 在本季度也創下歷史新高 導致的結果是什麼 居然今年META的資本支出 是接近400億美元 也是創新高 台積電還高 創歷史新高了 明年預估會成長15到20%左右 這一波財報當中 在幾大科技股當中 表現最亮麗的 就是Google母公司Alphabet 原因很簡單 第一 它的搜尋業務的收入 也創下歷史新高了 手上有大量的現金流 所以這個時候 調高它的資本支出 市場也不會太意外了 說明什麼事情 美超微它對於費半的衝擊 是短線的 是屬於市場揣車面的 這無話可說 不過反應時間不太可能太長 應該是一天就反應完了 真正我們要觀察 未來四季度到明年一季度的表現 看的就是這些公司 我們現在 在七大科技巨頭當中 特斯拉也公佈了 微軟也公佈了 Meta也公佈了 Google也公佈了 市值企業沒有一家下調資本支出 全部都在上調 所以它隱含的是什麼 就是本輪AI的最大受惠者 回答它的訂單問了 所以你幾乎不用擔心 過一個月以後 回答到時候的財報了 因為幾乎從這些資本支出 就看得出來 因為從Blackwell 目前的客戶支出當中 微軟的佔比大概佔了33% 在Google的部分 大概佔了31% Meta是7.2% 三家公司目前加起來 佔比已經七成了 那亞馬遜是佔6.2% 說明什麼意思 你也不用管 接下來禮拜四 亞馬遜財報好或壞了 那你七成的訂單 資本支出都在擴張 所以我們沒有必要擔心了 而且不管是從 全球的Cowars產能 還是從HPM的消耗量 或者尖端晶圓的消耗量 目前看起來 輝達的市站 差不多都是接近有 六成左右的擴張空間 它也隱含著 我們幾乎可以從上游端 一路往下游單 全面的看多了 輝達的訂單 主要由誰製造 就是由台積電 所以基本上 我們看到在中端市場 的確一直到現在第四季 都還沒辦法看出那種 全面復甦 所有產業都在復甦 可是我們至少 可以確認的事情是 過去我們總覺得 AI好像投得有點快 AI是不是蓋均指揮條了 從這一次本季度的財報 已經告訴你 他沒有打算均指揮條 他要直接擴大資本支出 再給你更多的訂單 這也可能會形成 接下來四季度到一季度 台廠的助力 所以這等於是投入到 AI的錢的話 並不是打水漂 沒有浪費掉 那麼科技大廠也都還在上條 資本支出 不要再請教廷 現在答應很關注 沒有股市 接下來還有這麼高的 這個投報率 可以期待嗎 因為現在連這個 在這一次非常挺 川普的馬斯克 自己都說 如果川普當選總統 現在看起來機率很高 他認為經濟股市 都會暫時陷入苦難 這聽起來就有點恐怖 這兩層意涵 第一層是市場的確已經定價 川普可能真的會當選 第二件事情 是連馬斯克都這樣承認 就代表著川普執政以後 或者說他一選上以後 可能就會產生全球 不管是地緣政治的緊張 或者不確定性的增加 這個最直觀的 那個地緣政治緊張 講的就是烏惡戰士 可能會立即停火 那至於用什麼樣的方式 停火不確定 那另外一方面 我們觀察到 隨著關稅戰的在一起 很有可能 在執政黨還沒有正式執政以前 可能現在的關稅戰手 釋放的言論 就已經影響到 整個東亞體系 它會形成 費程半導機指數的大幅波動 那為什麼會有 這樣的一個情況呢 第一件事情 是市場正在高強度的定價 因為美國雖然 現在還沒有正式到選舉投票日 可是大家很多人 已經開始投票了 目前以提前投票的這個人數 在全美已經高達4800萬人了 那你根據這4800萬人 你去問一下 大概就已經得出 目前這些已經投票的人 他具體投給了誰 還沒投票的 他可能會改立場 有很多中間選民 但是已經投票的 目前民主黨是39% 共和黨是35% 這其實並不代表 共和黨處於劣勢 因為已經從過去幾次 歷年的總統大選經驗都顯示 普選票民主黨本來佔多數 年輕人的確在過去十幾年來 有一點偏走的態勢 可是更重要的 我們講的是搖擺州的傾向 現在民主黨在搖擺州的領先當中 只有賓州 稍微有一點點領先 在已經投票的選民 反而我們看到內華達州 Arizona或者北卡 目前是全由共和黨領先 所以在這樣的一個角度底下 就會讓市場上 從提前投票的人數來做觀察 因為我們要知道 提前投票 在過往都是認為那種 因為疫情剛爆發 所以大家安全意識比較好 那種比較偏左派 偏民主黨人 或者比較懂得如何操作的人 通常我們講那種共和黨的老白男 可能會稍微比較傳統一點 等選舉票選舉日再去投對不對 結果現在有這麼多人去投 這就足以彰顯到市場上 的確有一點肇事的氛圍 也就是市場上有開始 逐步進行新人的定價 當然現在搖擺著民調 其實還是上上下下 很不確認 但是從資本市場的走向 我們是看出一些端倪的 而這個端倪就導致了市場 擔憂在川普當選第一年 第二年以後 可能引發的政治風險 和市場情緒波動 舉例來說 根據市場投行的普遍調查 認為川普進行全面關稅之後 很有可能會導致美國 在第一年的實質GDP 直接下滑1.4% 而且直接導致PCE物價指數 上行0.9% 那現在的觀念是什麼 現在的觀念就是 川普如果在利多面的政策釋放 大於在利空面的政策釋放 那也許還就得起來 為什麼 關稅是一個問題 可是他對內 是很明顯表態了想要減稅 減稅對於美國經濟的增長 將是無疑一大利多 華爾街會特別開心 所以就要看一下這兩者當中 到底誰對於經濟的影響來的更大 那我個人的想法是這樣 雖然我們看到最近很多投行分析師 都陸續發表了 在25年到26年 對於資本市場報酬的期待 可能稍微不如預期 你像是RIA的投資策略師 他就認為未來10年的報酬率 僅僅只有3% 原因就在於牛市已經走了這麼強勁了 也許後續推動的力度又沒有這麼大了 加上又有這個不確定性 但我個人的想法是什麼 美國的消費其實還在穩定擴張 AI仍然有帶動股市創高的條件存在 某種程度也就說明著 我們不管明年的主軸是什麼 明年是否會有政治的不確定性 但是光從現在的經濟成長來看 明年是很難衰退的 因為美國正在以非常驚人的消費擴張 支撐了明年上半年的經濟 所以短線上可能會有亂流 可是以長期角度而言 我認為進入衰退的可能性還是沒有特別大 回到執行長黃仁勳 在先前說一回台投資的這個條件 就是台灣要有100億度的這個綠電 那麼經濟部長的郭智慧就說他可以做得到 我們請教廷浩 他的綠電要怎麼來 這個100億電到底有多大 台灣一年的發電量是2800億度電 那如果是光是從綠電來看的話 大概是260億 所以你要增加100 等於是要現在針對綠能 綠電的需求要增加三分之一 這個建廠速度要非常快才能夠達到 所以目前郭智慧先生的做法 就跟海外買 你說海外買 從誰手上可以拿到綠電 用海底電纜的方式匯過來 沖繩肯定不可能 日本人自己也在缺電 那要跟對岸簽 有一點政治上的問題 所以現在最近最近的距離 傳出是在菲律賓 如果在菲律賓蓋綠電之後 可以用海底電纜的方式把它給輸回來 如果長期合作 那事實上國際上有很多這樣的一個例子 像是新加坡也是長期缺電 土地也有限 就大量的跟澳洲來買電 其實澳洲跟新加坡很遠 4300公里 照樣拉了海底電纜拉過去 那挪威和英國也是 英國有很多的風力發電 那有多餘的電的時候 也會往挪威來做輸送 那挪威跟英國是720公里 新加坡距離澳洲達爾文是4300公里 我們距離菲律賓是1200公里 所以從技術上是可行的 看起來很近 對 現在的真正問題就在於 那即便到時候有了綠電 100億度電 難道全部給揮答嗎 其他台廠沒有需求嗎 其實現在台廠也非常缺綠電憑證 為什麼 因為如果我們從過去兩年的經驗 台灣只要一有綠電憑證 一發出來 馬上就被台積電給賣光了 接近99%都台積電買走的 那我們要知道 因為現在全球各大科技巨頭們 都陸續加入了RA100 也就是全球季候組織 希望在2050年以前 達到全面淨探盤 淨探盤零 那這樣的一個情況 它就導致著 這些公司旗下的供應鏈 都被迫一定要全部採用綠電 那問題就來了 你看這些企業有哪一些 有台積電 有微軟 有Google 有Meta 有蘋果 有戴爾 有惠普 還有很多汽車 那說明什麼事情 它旗下的供應鏈都需要綠電 所以目前來看 這個綠電 因為佔權台灣發電佔比 甚至連一成五都沒有到 在這樣的一個情況底下 市場就非常缺 可是台灣土地還是有限 目前台灣的綠電 百分之七十五來自於風力 百分之二十五來自於太陽能 這兩個都跟土地關係有關 所以這個時候 我們就有兩層意涵 第一層意涵就是 那到底要不要為了這些企業 做這麼多的綠電 這個政府的職責 不一定是百分之百幫企業 企業你也可以自己想辦法 那另外一方面 到底全台灣的用電 企業佔比有多少 到底這些企業 是不是已經影響了 台灣的主要電力結構 答案是的 如果按照目前的電力使用量 來看 有時候常常人家在說 要節約用電 那當然平時該節約要節約 可是我們要清楚知道 大部分在台灣目前用電的 跟我們民生用電 其實比例已經沒有 那麼大的相關了 在台灣民生用電的部分 住宅用電佔比才一成七 連兩成都不到 有接近六成 全部都是工業用電 而且這幾年是越來越高 08年也不過五成一 到現在多少 百分之五十七 對 就說明了 其實這幾年 台灣正在往服務業 往製造業來做前進 台灣正式地從服務業 升級到製造業 那如果漲電價的話 應該民生用電不要漲 對 所以你看到 今年有沒有漲電價 有 就在過去兩個月漲電價了 但是只漲誰 只漲工業用電 它有兩成一函 第一個 接下來 綠電憑證 價格一定上漲 你要買綠電 要付出的代價 會來的更高 那第二件事情 漲工業用電 就是希望有些用電大戶 但是你沒有能力 度過本輪緊急循環 或者說度過 本輪的缺電危機的時候 那你最好就離開台灣吧 所以它是一種取捨 我藉由工業用電的上漲 來讓你自己衡量 你到底適不適用於 用這麼高的成本去買綠電 就說明你企業要有競爭力 才要留在台灣 如果你是高耗電族群 那其實也不是那麼歡迎你了 這個是政府在短期內 所採取的少數的做法 所以2025非核家園 是真的可以達到了嗎 而且如果這樣子看的話 到底台灣會不會有缺電的危機 可 我們這樣講 就是過去幾年 基本上台灣還是 時不時會發生停電 可是大部分發生停電的原因 都不是因為當年缺電 都是屬於備載容量 出現了一些問題 就是短期內用電高空 所造成的影響 如果缺電的話 那現在就會緊急要限電了 那我們現在看到的做法 主要是調漲工業用電價格 這說明還是可以撐 但是也撐不了幾年 整個23年台灣的發電的結構 目前39.57%來自於藍氣 42%來自於藍煤 其實這幾年藍氣的比重 不斷在提升 可是問題是 不管是藍氣還是藍煤 第一個 對於空污的影響 基本上難以移轉 那第二件事情 即便是藍氣 這天然氣價格 從物厄戰士以後 也是急速高漲 它的成本現在也不小 所以現在的重點就在於 能不能盡可能的去擴張 再生能源不到10%的比重 為什麼 因為如果從當前角度來看的話 要急著進行核能擴廠的建制 有點來不及 第一個是核能 核四議題已經吵很久了 第二個是核能 在目前台灣的發電比例只有6.31% 當時在1980年代 大概是一度高達接近六成 現在如果連一成也不到 這說明著 即便你短期內著力 五年內大概也沒辦法 製造多少的用電 而現在台灣的電力消費 跟台灣的實質GDP 是呈現高度正相關 明年預估已經講了 預估是3.5到3.8% 所以明年基本上工業用電的比重 應該會大幅激增 現在政府能夠做的事情 就只有兩件事情 第一件事情 那就加深藍氣和藍煤 可是你就救不了那些需要綠電的企業 第二種方式 我認為也是最直觀的 繼續調整工業用電 嘗試的把工業用電的比例 佔全台灣的用電比例往下壓 用這樣的一個方式 這就等於是驅逐劣汰 就等於是把市場上沒有需要這麼昂貴電力的企業 讓它離開台灣 那到菲律賓重電的話也是可以採行的一個方式 只是沒那麼快 沒那麼快 因為應該講這樣的意思是 不只是揮答來台灣的問題需要這些綠電 台灣本地廠商本身也很缺乏綠電 所以基本上長期第一 到底要如何擴大更多的綠電效果 從土地利用來看是一個很重要的關鍵 那第二件事情被迫 如果從短期解決方式來看的話 就是漲下繼續給它漲下去 不過要僅限於工業用電